107年公务人员特种考试司法人员 法务部调查局调查人员 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情报人员 海岸巡防人员及移民行政人员考试试题 考试别司法人员 等别四等考试 类科组监所管理员科目监狱学概要 考试时间一小时三十分座号 注意一禁止使用电子计算器 二不必抄题 作答时请将试题题号及答案依照顺序写在试卷上 于本试题上作答者不予计分 三本科目除专门名词或数理公式外 应使用本国文字作答 是论述调查分类制度之定义及方法 并说明调查分类制度主要目的及效益为何 二十五分 一刑法执行时间进行分类 非机构处域可区分为刑法执行前 刑法执行中及刑法执行后等三类型之社区处域 是分别说明上述三类型社区处域之主要形态及其目前在我国实物上之应用状况为何 二十五分 是论述受刑人外出制度之主要类型 并说明各类型外出制度之法定条件为何 二十五分 犯罪矫正可区分为机构性处域 Institutional Treatment 与非机构性处域 Non-Institutional Treatment 是论述机构性犯罪矫正之主要功能及其内涵为何 二十五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